它是蕉丝腐乳 也不叫蕉丝 是辣椒圈 下面有腐乳 这个吃过了 挺好吃 爽口 鸡蛋 它不会说 装完后 放入冰水那种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做法 大排档 上菜真的快 菜都没吃了几条 生蚝又来卖了 我最喜欢这种炒米粉 有少少芽菜 其实在家里自己煮也可以 有少少蛋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 陈家子地铁站上 今晚我又非常有幸 遇到一个女儿 出来和她吃饭 今晚会在这里吃晚餐 究竟是什么地方 我先带大家去前面看看 现在是下午4点 现在天气超级热 暴晒中 我们会来陈家子附近 一个吃宵夜 很出名的地方 它以前在前面那条街 转进去的 及后因为整地铁 和排污各种原因 被城管赶走了 简单来说 但是因为他们 真是明星在外 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 去吃他们的 海鲜烧烤的大排档 便搬了去洞感小西关 那边继续经营 有几间店铺 很出名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什么肥衣 精衣 那些烧海鲜 现在这么早 家子的旅游未到 我便带大家去看看 还有 在黎湾路 亦都有另外一位观众 有上去拍摄的地方 我们先走到这里 大概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面前这个 陈家子地地站F出口 我现在说的是旧址 而不是现在他们新的地方 当时我在这里附近上班的时候 未到宵夜时段 我经过这里 就看见 为什么地产这么脏 那些油烟味这么厉害呢 其实就是因为烧烤档的原因 这里叫做龙园西街 上面写着龙园西 就是在这些小巷里面 当时一到天黑 收了热口的时候 在这里 那些宵夜档就开张了 最初由一两间开始做的 然后慢慢就要加加户户 例如这些地铺都会做一份 甚至会有些可能 如果它搬去其他地方住 那间屋租出来 让他们做一些餐厅的部分 现在当然全部都没有了 整行整市很刺激 但是因为整地铁的刺激都不行 而且很老实说 他们真的挺影响附近居住环境 所以城管就把他们都请走了 因为始终他们都是无牌经营 例如面前这些屋 当时已经是宵夜档 好像前面也是 当然他们现在搬走了这么多年 我都不记得大概是哪个位置 当时很刺激的 我也是一些踢球的朋友带我来 老实说价钱真的不便宜 它那个销线背多大 又有烧生蚝各种都有 炒粉也行 现在进了室之后 加之经过这么多年 价钱上涨也很合理 好像这些店铺 当时已经是餐厅的一部分 现在有些都还在做 比如说花店 又或者一些阿姨在打啪 包括前面几档也是 CV这边过去就是地铁站 我还记得以前在这个位置 那档烧线背 好味都不得了 很多人专门打车过来这里 没有位置都要打包一份酒 打包都要等起码半个小时 真的很夸张 而且这里始终都近 陈家子地铁站方便一点 都是 最后我们也 становmass的 在那里几道转转转转 可以出面到 accountant fashion 即是是在加油站 那里里 那些铺子的 pé竹都搬走 也只有很多人都不能很认 也不能把发型湖多年过来 又是这些老西关的屋 这北京都严格说不算西关 但屋或是图 Area的风格 Magazine喜欢西关 又是这些巷 舶营偶不知道在多年前是擠头巷 我也不知道 真是挖頭巷 不是這裡也有路 我們從這裡走出去 繞繞轉轉轉轉轉 便能出去了 話說其實這裡一場施駕駛駛 這裡就是程家寺 很方便的 過來這裡遊玩 泥灣路都是很多好東西吃的 我們應該從這裡走出去 已經不認得路了 完全正確 這裡一走出去就已經是程家寺 觀眾要找的地方 就在前面出去 往右轉幸福新村 我大概都知道在哪裡 因為女兒在幸福新村旁邊的 不過我也不記得叫什麼醫院 是來灣區第一人民醫院 第二人民醫院 不記得了 在那裡出生的 很有印象 今晚帶她回來 免壞一下她出生的地方 因為現在暑假剛剛開始 很多小朋友都還未要洗上補習班 他們就出來玩了 剛才我在陳家寺地的站過來 哇 超級多人 挺恐怖的 因為附近這裡是陳家寺 所以屬於旅遊區 亦都不少人了 而且現在正面時份 那個位置就是陳家寺的正門 這裡就是後門 如果觀眾以後回到陳家寺遊玩 參觀完之後 你可以像我現在的路線 一直穿過這一堆 賣工藝品的地方 走出去荔灣路 那裡就有很多食物 當然是去洞湯小小小灣 至於鏡頭正前方的方向 就是荔體 荔灣體育館 前面都有乒乓球打的場館 但今天就不是涉及這些 因為一直往前行 就是觀眾要找的地方 希望今天可以順利拍攝到 好 我們現在就進來幸福新村 觀眾要找的是54號和72號 讓我找一下門牌 而且這個地方不是很大 但是有兩個地點 大家就不能忘記的 就是這個何濟工製藥廠 和何濟工大廈 至於面前是一個幼兒園 我們應該在這裡走過去 讓我找一下門牌 然後大家看到這裡 那些屋子多久 我相信觀眾以前就住在這堆屋裡 還有在前面 還有一個食素食的餐廳 佛友園 據說都是很有名的 但有個問題就是我還未找到門牌 嘗試一下在這裡走過去看看能否找到 鮮頭外邊是很熱的 就是從地址出來那裡 來到這裡又不是太熱了 先看看 這裡寫著38至44號 我也先走一下 可能在旁邊那一層屋 看看上邊的屋 是這種在五、六十年代的屋 都不出奇了 有防盜網的 但不是新屋那種 是舊屋 上邊肯定有人居住 我也看到有冷氣機 有人掛了衣服出來曬 這裡已經是44號 幸福親村44號 我猜看看是否在這裡居住 我已經看到55號和57號、59號 這裡又寫得挺清晰的 47至51號是在左邊轉的 不知道是否在這裡走過去呢 讓我看看 應該不是後邊的 後邊是30多號 不要緊 周圍繞一下 看看這邊有沒有 好 這裡可能會是50多號 50號的門牌 我嘗試在這邊轉過去 因為始終屋是比較舊 門牌各種都不是太清晰 看看 你們這裡也有加裝電梯 我剛剛想說沒有人加裝電梯 不行 但有 這裡55號 會不會對面這裡就是54號 但我還未看到門牌 會否又在那裡繞過去呢 繞過去呢 繞過去呢 我嘗試在這裡轉過去看看 我相信即使真的未找到實際的門牌 屋有這麼古舊的味道 我相信觀眾以前在這裡住的時候 應該都是這麼長的 樣子就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最多多了一些冷氣機 防盜網 新加裝電梯 這裡還是55號 我去前面看看 前面也是55號 G3號 它是有新加裝電梯的在上面 這個方向應該不適合 我猜會不會是這裡呢 先看看吧 不是呀 門牌越來越小 50號 真的考起我了 對面已經是13號了 他們也要排的門牌 很怪的 還有一些街道工作人員在這裡 我去到大陸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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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一排屋 逐一排屋 可能會不會近伙佛有員呢 不奇怪的 我們看完這排屋 已經差不多最後了 不會那麼穩固吧 但55號也有了 沒理由沒有54號 對不對 這裡又是四十多號 這邊是十七號 真的很怪的 門牌編排 還有一些街道工作人員 在這裏試拆工作的 都看一看哪間屋 馬頂屋 還有還有一種舊式的樓梯 這些根本不可能加裝電梯 再來看看排水管 最舊式的那種 真是我小時候住大南路 見過那種 好一點點的 好 我們繼續在附近 逛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 希望觀眾可以滿足我 這個答案 門牌未找到 但很多屋仍然保留 對面就是34號 我在附近逛一下 因為剛才 我就在前面進來 我再看看門牌 最后我来到这里看到60号 但真的57号看不到 我尝试在这里走进去 看到38至44 再来前边就在加装电梯 老豆节快乐这些不是卖东西的餐厅 40号 来到这里好像世外桃源 这些住户章上边整得多漂亮 这里还写着事事如意 很别致 对面也有很多这些墙 我觉得应该很接近何制工制药厂 制药应该不会再在这裏制药 你尝试是很难的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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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新村这里实在遗憾 就是找不到观众要找的门牌号 不过幸运地很多地方都能够保留下来 接下来这个环子 我们便会出去去会合女儿 我最记得当时女儿出生的时候 就在幸福新村门口 那里有一家面店 就是幸福面店 是我非常有印象 当时佳妻在这手术床上的时候 医生说要很久要走 我便饿便下去吃了面 就是幸福面店 可能是因为吃了这个幸福面 所以现在这么幸福 吃到我肥死大胜 终于我们回合了 未去餐厅之前 我们决定买几个蛋撻 就是前面的家乐蛋撻王 很好吃的 做了很多很多年了 就是这里了 上一集我们去到文明路 都有他们的分店 红豆蛋撻和蛋撻都有 都是4元 想吃什么 你还想吃什么 那个是什么 芝士什么树 麻树 30元一斤 蛋撻一定要 蛋撻三只 都是这种 刚才我们还在说 女儿未出生的时候 老婆在那边上班 一路走到后面的医院产检 中间经过买蛋撻 你从肚子未出生 就吃到现在又 就吃了 这里就是先头我们去的幸福新村 我们要去的动感小西关 就在前面走不远就到了 在这条街 亦有很多餐厅 第一 对面就是鱼圈沙窝粥 对面也有一间 以前的老字号 做了很多年了 我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喝茶的地方 不过现在老板换了几寸 我们都去试过的 正常 现在是五点四十八分 我们就进来餐厅 这里 由到眼花聊年独餐牌时间 这个餐牌真的是眼花聊年 他们是中五十一点 做到一点半 傍晚是五点半 做到凌晨一点 始创于2000年 一期出来就会说海鲜 不过老实说 他们的海鲜 不算很便宜很便宜那种 比如面前这些 这个我是吃过的 113元 又或者避风堂奶尿蝦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吃奶尿蝦 还有金沙蟹 又或者是白卓螺丝蝦 这个也挺好的 这个当时我好像也试过 这个也是不错的 他们这里都是有套餐的 但是我觉得套餐的性价比 又不是极高那种 所以我也是会选择单点 蒜蓉开边蒸蝦 八十三 美极鸡维蝦 金沙鸡维蝦都有 例如蝦 有四种不同的做法 六种不同的做法 吃三蝦 白卓螺 这些也是有 炒钉螺 也有 但是钉螺 不是石螺 或者田螺 至于我们想叫这个 炭烧三蝦 因为我们三个人 其实半打就够了 38元 这个基本上已经定了 再来 当时我们来吃宵夜 这个也是 炭烧三蝦 炭烧三蝦 60元 半打 大一点的就是76元 又或者粉丝蒸 其实很少人会选粉丝蒸 都是吃炭烧三蝦 而且这个我们也是很喜欢的 其实就是鱿鱼 48元 两者价格差不多 又或者间活白爪圆 也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就是 飞海鲜菜类 其实这个我们也很喜欢 60元 其实都已经放在购物车 甚至炒花鸡 牛仔骨牛肉 或者白唱牛肉 我觉得白唱牛肉好些 我老婆说这个都可以 炮椒田鸡 或者椒盐田鸡 是的 而且这些不是经常会找得到 来做有的 至于这些 我想我们的观众都不是太喜欢 不过我们的观众 我都不是很喜欢的 因为始终在路成区 他们可以烧出来的东西 并不太多 至于主食 我们要炒米粉 就是这个了 炒米粉 或者炒可粉 我是比较喜欢吃鸡蛋炒米粉 看看他们的选择 蔬菜我们都会叫一份 叫什么蔬菜 炒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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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先吃个餐前小食 还有少少余温 很饿 是的 澳门 当然 澳门豆浆 很划算 是多少钱 11元 我记得那时候 很多年之前去 这里是2元 它的蛋浆 超级绿 它的颜色 色水 多深 它的皮就不同 我们上两集 吃得很松化 但是它也不会很硬 很硬 它也会有少少酥皮在外面 好 上菜 我吃蛋餐的时候 这个炒通菜也到了 三个人就可以吃炒菜 是吧 它是招丝腐乳 也不叫招丝 是辣椒圈 下面有腐乳 它的腐乳 就是很浓 不是水汪那种 哇 上面还有少量蒜蓉 好 上菜 第二道就是 也不是鱿鱿鱼 这是鱿鱼 芥腊白爪鱼 我们不敢吃辣 这些腐乳送饭最好 很辣 有点辣 不过现在天气热 你喝得多水 那些味觉冲到淡了 少少辣都可以接受得到 这里上菜真是快 大排档是不同的 不像以前那样 只有烤烤烤 有辣有不辣 搬过来这里 以前真的只有这么大的烤烤 生意 还有坐在一间 一间瓦片屋 或者路边 瓦片屋 通常我们会是 又没有冷气 很热 吹风扇 进来这里 最有印象是鸡翅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点鸡翅 通菜很爽口 真的肉霸不能 这些大排烫炒的通菜 通菜就是最好吃的 通菜 通菜 下边的腐肉汁超好吃 我们南方叫梦菜 有的吗 有 你去到泰国 真的叫梦菜 我知道 除了辣味 吃到后段 还有一股奶油的香味 接下来我试一下 这个白爪鱼仔 都不算很小 有的 哇 点点芥辣豉油 这个是芥辣豉油 最初我们是打算叫奥餐 但看起来好像不太划算 而且里面是虾 虾 市场买 不用在这里吃 这个吃过了 挺好吃 够爽口 蛋牙 就不会说 灼入冰水那种 就不会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做法 这种感觉好像在一个碟里夹出来 这种仍然是热的 加上少少芥辣豉油 它又不算太多 芥辣又不太强 有时候 多那头 辣那头 吃下去 会逐侵你的 很新鲜 然后夹上一些 下边的配菜 牙菜 一起吃 大排档 上菜真的快 菜都没吃过几条 生蚝又来卖了 这是炭烧生蚝 上次我们吃过大生蚝 我一发现 生蚝其实不需要大 这些尺寸我觉得是最适合 可以再大一点 什么分货 大佬 暂时你对哪道菜最满意 这个 这个 生蚝等一等 因为蒜蓉很腸味 我反而想试这个 如果我不打字幕上去 大家猜不猜到这道菜是什么 是炸甜鸡脚 这是什么汁 是汁汁 面头炸到脆脆脆 这种做法真的不多 最初女儿坚持说 一定要吃鸡肉 后来上来之后 她就不爱通菜 她有点像炸山蚝外边的脆脆 炸山蚝是整粒口 她要有骨头 要咬的 加上少少汁汁 汁汁 汁应该是开过粉 还有大家看看 这里 还有点焦盐 我不记得以前 还在龙年西那里 有没有这道菜 但我来这里 肯定是第一次吃这个 它里面是没有调味的 原味的 只有外边少量的粉 你配合一个汁汁 刚刚好把味道液起来 而且我怕外表太脆 要咬很久才可以 加了这些粉 刚刚好 吃完一道就爱一道 这个腐乳又好吃 这个就够爽口 现在我暂时最爱在这里 它不会令你吃完 感觉到很热气 暂时吃到这里 还要给它一个拉 通常很多大排档 它们会把味道做到很浓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喝东西 这里基本上是 如果你不点醬油 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它们会把味道做到很淡 很淡 这里又是一道 用来送啤酒 最好的菜式 这一道好吃 有点脆脆 你看 再点一点夹汁 至于蔬菜方面 我看到很多客人都要点通菜 接下来有道生蠔 一人会分配两种 看看汁水 首先它不会有汪油 不会用油浸炸熟 那种感觉 上面就是蒜蓉 小米椒 感此而言 而且它们不会将蒜蓉酱 做到很咸 有些会做到很咸 又是想你喝啤酒 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看我做什么 很多卖销生蠔的地摊铺 大排档 通常都会用一种组装生蠔 来卖给顾客 为了折省成本 这个肯定不是 因为 鱼也鱼不开 自从我上次之后 我都对生蠔有戒心 是的 如果不是这样可以吃得开 基本上我都不敢吃 这里就绝对没问题 别人买这么贵 爆汁的感觉 那些蒜蓉酱 蒜蓉和生蠔配合得刚好 有些不太新鲜的 它会放很多蒜蓉酱 让它蓋着那种奇怪的味道 这里蒜蓉当然有 不是用来蓋着那种味道 好吃 吃完这一种 一人分配到两种 这种是我的 这种蒜蓉 满不满意 草莓粉应该没有这种 那么满意 你觉得生蠔最好 都是通菜 是 真的会吃的 吃过芽菜 吃海鲜就有这个好处 你可以慢慢吃 有些海鲜就要剝殼 我们不喜欢选要剝殼的 那些 那个套餐是辣椒 慢慢剝殼 除非很久没吃过 因为现在休如期开了 又或者很便宜 要不然我们尽量不选辣椒 因为吃东西很烦 国人不得的女儿说 这个是最好吃的 最后这个炒米粉也来 刚才忘记下单 真是搞笑 这种 幼的米粉 来看 鲜女散发 我最喜欢吃这种 这种应该叫东莞米粉 老婆更正了我 我最喜欢这种炒米粉 有点儿子 有点儿子 在家里自己煮也可以 有点儿子 有点儿子 如果是让我炒 没人炒那么漂亮 但是我最喜欢这种炒 你看 哇 嗯 鲜气 够了鲜气 而且炒米粉 它不会搭着搭着 再加上一个招丝腐乳 这些就是宵夜菜 哎呀 夹得这么少 再吃一个 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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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是说 没什么炒盐不好吃 老婆说 而且呢 我们又不是游客 又相对会点点 其实不用点到这么贵 你说 每天吃到百多元 一碟虾 我会上来一碟虾 其实又好像 挺不坏 但要点回这些家常小菜 哇 我们的童年回忆回来了 最终埋单 童年回忆是187元 真是值得吃过套餐 游客是怎样套餐 我们会选择 选择这些菜式 原来现在动感小西关 都很热闹 除了先头我们的精衣大排档以外 还有很多 前边那里都是吃海鲜 应该都是粤菜 不过名字叫前任的店 再来 在这个方向走过去 还有横琴生蠔火鍋 曼谷大档 曼谷是一万两万 然后这里还有电影院 你还可以看到这个 我当时第一次吃 精衣大排档之前 已经有的一个系列 上画了 还要分上下 7月14日 赴汤渡火 听说这部电影 疫情的时候拍摄 如果继续往里面走 就有这个 新街豪 横琴生蠔火鍋 可能比较靠里面 所以就没有那么旺常 这部停车方面 这部以前就是厂房 动感小西关人 厂房改建 甚至乎可能 真的在广州 算比较早 用厂房来改造成 餐饮业的一个地方 很早 又或者好像这些 潮散菜 潮散美食 你都是要在黎湾区 立足得到 这样才能看到你过得到关 坐满人 全部都红头树 好像开了很久 不是这几年的事 装修 更新的 甚至乎隔壁 还有发达东南亚集市 东南亚菜 就是泰国菜为主 看上去 都装修得挺漂亮 很多人进去吃东西 发达街 禁止不吃饭 似乎这里更刺激 你给我50元 我都未必肯制 肯定要好好吃才行 你看 室外打火锅 还要是 是滚着 不是炭炉 你给我50元 这些就是风味 牛腩牛杂煲 还有东北菜 还有韩国烤肉 都旺祥的 你不要看 是吧 都旺祥的 往前走 还有很多餐厅 说到口水都流 有一间 又是吃海鲜 不过这里就像粤菜餐厅 没有那么年轻的感觉 但是都多东西吃 刚才我们走过 是的 我们一路走进来 每一间都想去试 每间都想 不如去试这间 我们就看到这个吸引 特价48元一只 烧鸡 是的 烧鸡 波士顿龙虾 99元 是一斤 是一斤 甚至乎 我们一路都不敢吃的鱼生 都是有的 但是它要四至五斤一条 这些就不行了 里面 走进来看看 多热闹 甚至乎 你还可以喝茶 武林厨臣都有 早茶六点九九折 是啊 武林厨臣午饭 五点九九折 然后周一到周五 五市照规矩 哦 还有这样好的 他们在这里吃饭 免费停车两小时 消费每一百元 再往外走 就已经回到丽湾路了 有观众又会问交通路线是怎样的 非常之简单 陈家子地铁站 第一个 一号市 第二 在动感小西关 一旦走出去 就是丽湾路 丽湾路往北走 已经是彩虹桥地铁站 你可以坐到丽湾路 你就可以去西华路 没错 西华路 你说不合适 你转过来 走过来这边 在西华路走过来这边 非常之近 我们现在就是走去西华路坐地铁了 陈家子走过来 又行 走完陈家子 过来 这里 吃一些地道美食 感受一下丽湾区的氛围 有时候可能很多观众说 不想回去西关 那些路 事实上西关 其实这里不算西关 西关那些路 其实有时候 你不是那么容易拍得到 而且店铁就坐得没那么舒服 真的 因为它是旧屋改造 小西关 大家看到里面 好像去到天河 面前就是丽湾路 再往前走一点 就是小梅大街 小梅大街一穿出去 就已经是西华路了 在这里走过西华路 懂得走 计算一下 10分钟 就可以做得到 对面又有一堆餐厅 而且我看过一位 汽车博主本地 说在对面的餐厅 又是很过瘾 只不过为容量有限 暂且不必 好了 今日影片到此为止 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我们都回家了 拜拜 咱们